哈哈哈 我是 분들이 大家歡迎回答 fortune 蕭老師 哈囉大家好 你是誰 我是私障 我覺得最近好像私障出現的頻率變高 就是可能是我們抓到了私障是一個流量的 但是在濕望心裡又覺得很高興 他幹嘛以為自己很猴臉 怎麼一直來一直來 你不要這樣子 你要陪伴你老婆一起成長一起衝好嗎 往前衝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話題 是我們存在於我們這個婚姻當中 一直都有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到底是不是一個 充滿虛榮心以及非常奢侈的女人 你覺得我是嗎 這還好啦 我買包的時候你不是這樣講的啊 就常用的永遠就是那幾個 新買的包總是比較常登場 我們一邊都拿以前十幾年前的地方 包包總是要買新的 才會搭配我現在的穿著 我現在人就越來越平衡 就是上次買個包包 好啊所以今天呢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 關於女人跟男人的奢侈品 到底差異有多大 所以今天我們準備了三樣物品 都是我們自己身邊最貴的 有三個項目 就是包包 衣服 保養品 你現在先拿出我們自己身上 買最貴的包包 這是我們女生最貴的包包 以及男生最貴的包包 其實我有一個香奈兒 但是 手不用這樣啦 你那個 你到底這包手那樣是什麼意思 不是 擺東西要這樣子 不是 那是為了讓他對焦 好你先講你的包包多少錢 你介紹一下他的歷史 多少錢 歷史喔 這個是我 那時候 跑上研究所的時候 想說給自己一個禮物這樣子 你不要講那麼感人的故事 你讓我顯得很浮淺 你現在要我怎麼下台啊 我這個影片 大概會對我 這個印象很差 好你繼續 然後後來就是看到他打折啊 我就買一個 我跟你講 他這拉鍊已經沒有辦法拉開了 有啦可以啦 他原本拉鍊是後面有一個橡皮的部分 然後可以拉的 他現在都變很短 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全部都斷光了 然後就這樣 然後而且還水溝 是上面有綠色的水溝 有沒有看到 我一直跟他說 我再買一個後備包給你 他說這個還很好 沒有這個還可以 沒有 沒有壞掉 那你這包包多少錢 喔 這個 那時候買的是特價買的 那時候 6000多塊喔 哇你 你很敢花錢耶你啊 大學就是看人家就是 都買這個 對 然後就覺得 哇 但是 其實然後對學生喔 就6000多塊 就是還蠻 這叫什麼 蠻那個的 啊 所以後來 吃東西 OK好 那我來告訴你 這個包包多少錢嗎 好像我不收了 我收不下去好 那就是我最近新買的 一個包包 就是從 德國錢家帶回來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好裝的包包 然後我覺得 使用上就是可以 帶給我一些 就是找人家的加分 那我自己買 買這些東西 我不是為了要跟別人 比較心態 我不是什麼同學 我有一樣的 我不是那一種 我就是覺得說 我喜歡這個東西 喜歡它的質感 喜歡它用起來 跟我搭配的很好的樣子 然後讓我的生活感覺 有一種 我不是先進一點 我是看同學 像用這個包包 我怎麼用都不會壞 那就拿就亂丟 亂踩 亂踩 這樣子也都不會壞 我覺得它很實用 所以我才買的 你講太久了 來 我們下一個項目呢 是衣服 請拿出我們自己 最貴的一件衣服 最貴的衣服 來 我的是這一件洋裝 那個時候為了主持 魏武鷹 主持一個音樂 那個 你一定要穿起來嗎 這個洋裝 這個洋裝 一萬 一萬七千 一萬七千 好笑嗎 我是要去主持活動 我總是要穿得亮晶晶一點啊 不是 好啦我告訴你那八八九萬六 你拿著嗎 你拿著嗎 不是你怎麼 要你吻了 你不要再增減那一小時 好嗎 媽媽我們往前看 好 過去的事情都已經講了 好不好 那這件衣服是一萬七千 那這這個 怎麼 你在捏什麼 欸 兩片 這個 一兩塊 一萬多塊喔 對啊 那要主持那穿得很漂亮 大家都有問我 怎麼那麼漂亮 好啊 然後你講你的衣服吧 我來看看 這個這個衣服 我跟你講這件衣服呢 是我們在搭賣場買的 通常這個牌子也是蠻貴的 然後但是它就是有折扣所以我們就買了 然後結果你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他已經破掉了 他已經破一個洞 然後他一直穿我說你不是有別件外套 他說我覺得這件我真的很喜歡 你看你有看到棉花一直噴出來嗎 有看到棉花一直噴出來嗎 然後你看他還拿一個透氣膠帶把它貼起來 你到底在幹嘛 你為什麼不要換一個外套 因為舊的就只有這破一點點而已啊 好我們第三個品項是保養品 來 我自己保養品部分呢 最高級的貴婦的保養品就是赫蓮娜黑洞帶乳霜 這一罐是我非常珍惜喜愛跟大家推薦很多次 我也一直跟我身邊朋友講說 你如果沒有用你真的要用用看 而且是我用了這個乳霜之後 乳霜系列的產品我再也沒有換過 就一直是使用這一罐 因為我目前找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款真的超級超級棒超級好用 那當然當然他也是我們這一集的干貝 謝謝小鈴鐺 那老公你的保養品是什麼部分 保養品 我想說這個算不算 因為 其實好用啊 其實凡士林是好用的 因為我覺得 就保養品啊 就每一個凸起來就是跟 凡士林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所以不用 不用花很多錢去買 因為這個就只有 你現在還你老婆都接不到 並不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今天呢 就是為了要讓 讓你們這一類型 不理解的人呢 知道說其實老婆花這些錢 都是有她的道理在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到了一位專家 好 我那時候還有用這個 用這個做那個 我今天特別請到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專家 我現在把我老公辨不見 訂閱一下啦 KID 好的 在談志之間我已經把我老公辨不見了 因為我今天為了要說服他 告訴他說有些東西 他不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真的就是有那個價值 所以我請來一位非常專業的人士呢 能夠告訴我們 成分配方以及功效 就是我們的 艾文 你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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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射起艾文的登場 看一下他的皮膚 你還給我猜笑 我整個四號兩個世界 那個剪輯師記得幫我這邊 要照一個遮罩 就是比較美 全部全部拉光 沒有沒有他那邊 他那邊就是圍的 就是暗淺 蠟黃 是一個黃色 他說他常常出去跟別人拍片的時候 他還要特別把自己的臉 塗的比較深顏色一點的粉底 你覺得這樣比較好交朋友嗎 對啊不然這會被人家討厭 你已經被我討厭了 沒有 是我們第一次喝醉 最後一次 沒有啦 平常就是我本來就會follow你的影片 就是因為你 你最有名的應該是 焦大系列那支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造福許多的廣大的民眾 然後再來是我 你知道你 我好像蠻明顯 I'm sorry 就你以前也是有走過很悲慘的路線 對啊 所以才認真投入保養你這個 對因為以前皮膚藍一點 所以越是這種有這種經歷的人 就會越認真地去研究自己在裡面擦些什麼 然後你記得看我肝臉大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誇張 他整個人是發光的 我真的好險 也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其實你在皮膚上面 應該有做很多的心得啦 畢竟以前扮演過嘛 那所以今天邀請你來呢 就是想要你來解密一下 這一罐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愛的一罐乳霜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因為我老公一直覺得說 你們女生塗那些東西 反正就是跟粉絲裡使用 我們今天就是要請專家 來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來你送 當然凡事人有凡事人的好處 但是這一罐絕對有他厲害的地方 好你收啊 其實 如果你老公有懷疑的話 你就先讓他用一個禮拜 不想要塗他的時候 很鬧 對 我也是講一講的那種 其實老公在旁邊 所以我們又有尊重的人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貴是貴 其實一個保養品到底貴不貴 其實不一定有他的價值 但要從他的成分可以讓他來看 喔 是不是在非常科學的角度啦 沒錯 像我不太科學 我只是靠感覺 欸有變好這樣我就知道 但是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因為以他來講說 因為他裡面加了大概 業界上是添加濃度最高 大概30%的一個 PROCYLEN的學護成分 你再講一次 PROCYLEN的學護成分 你知道我每次都講 PROCYLEN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乾淨 PROCYLEN PROCYLEN 不用講是英文啊 他不知道PROCYLEN 有之類的 這種東西喔 他在一般的品項來講 外面的其他品項 大概添加都不會超過10% 可能一般是3%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是貴的 這是抗老成分嘛對不對 它是一個專利成分 當然它的專利成分 已經有下放到很多品牌在使用 但是因為比例的關係 所以他們官方可以申請他們一罐 抵十罐這樣的 喔就是因為他致霸 就是我這罐是添加最高的 超過30% 所以我這樣圖的時候 那些抗咒啊 什麼那些細紋不見是真的很有感 那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對不對 最主要這個成分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它有機器配方 然後為什麼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還好這影片是放你的頻道 我就放我的頻道 說又就 你幹嘛我搞不好也要去燃擠你的頻道啊 你不要讓我去嗎 還好我停根了 我現在真的停根 以後你總結構開張的時候我就要去咧 好 這什麼支配方呢 因為它的基底裡面 它裡面夾的是一種就是 基底 KDROTHBIC的性潮很長的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這種類似的 所以它本身就可以達到一個很溫和 而且鎖水性非常高的程度 你知道嗎? 我聽你講話可能是你書徒帶都把你刷了給你 我會一直眼射很多微積分的東西 沒有微積分,剛剛很暖都沒有微積分 好累 可是你剛剛要講一個字是什麼? Hydrophobic就是在我們化學界裡面 就是跟水完全不相容的一些東西 所以它封上去我們的臉上之後 我們這水就出不來 它就被保濕,孔住了 讓你的水分永遠停留在你的 body裡面 看起來就本來一種啪! 什麼? 類似 Hydropho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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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Hydrophobic 放棄誰 Hydrophobic 所以它這樣的成分配方其實就非常適合 像是我們在醫美術後,瓶降受損的時候 對 或者是像我們肌膚有啥子 就是修復小傷口非常快速 就是長痘痘 我跟你講有一次我就是長痘痘 然後我就跟公關說我長痘痘了 可是我要拍片,我現在很焦慮 他說 你趕快把黑帆帶拿出來用 我們在簡訊裡面不需要眼淚對方 但是他就真的講說 黑帆帶修復那個痘痘是非常快速的 我自己也覺得 因為它就是小傷口 那種東西就很適合嘛 對 所以什麼雷射啊 你如果有什麼小針孔啊 什麼有的不的那種 對 其實它幫助修復是真的蠻好的 像我自己在使用它 也是效果算蠻明顯的 對,所以我也超級喜歡這一罐 我真的不知道你需要修復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你需要修復什麼 我真的是 因為已經修復完了 都修復完了才敢來拍片 很差耶 很差耶 那我現在在修復的道路上 請大家一起擁抱著我們走在這條康窗大道 因為之前看到你的影片呢 就是有講洗臉的方式 其實跌破大家已經進很多 原本使用方式錯誤的話 其實讓你沒有辦法做好很好的清潔 甚至你每天都在傷害你的肌腹 沒錯 所以呢 今天既然您來了 我就要請教一下 它這個乳霜有沒有什麼 特別使用的方法 其實是最適合的 有,其實我覺得 越貴的乳霜使用方法越重要 怎麼樣 因為你亂用就是浪費鹼啊 對 沒錯,所以像是這一關 該不會我已經錯了 我現在很怕你 我現在講其實都用錯方式 但是不會 我們正確的使用方式開始 對,所以通常這種的話 我就會先舉一點 放在手心下面 然後藉由手心的溫度 把它整個勻開 這樣你不會都在手上嗎 我好緊張 我現在 我真的很怕 你現在我 我那個裡面有五十塊 自己買關 客家人 真的 我是客家婦女 我雖然有時候買桃的東西 靠場自己在使用 慢慢就 你不要再停那麼久了 對,我就在想 因為自己已經那麼久 其實快吸光了 我要雙臉了 就這樣 對,輕輕撒撒在臉上 用壓的 對,沒錯 不是說這樣這樣這樣 不是,因為這種很貴的雙類 你如果它整口這樣塗在上面的話 對於某些機會來講 它可能就會覺得 可能會變得比較厚 比較悶 那反而讓這個乳霜 它真正輕薄的特性 就沒有辦法出來 對,所以這樣按 其實尤其是對油性肌膚來講 在衝動的時候 還是最好的說法 欸,你講話真的有一種說服力耶 不知道怎麼講耶 什麼意思 就是頭腦很好,還是什麼 邏輯很好 就是聽它講話就被吸進去了 那你遇到今天這麼久假的嗎 真的,別這樣 你就是會讓我停留下那個腳步 我會相信,我會相信 沒有,因為你講的確是真的 因為這個乳霜雖然是非常滋潤 但是其實它真的是算清透的 沒錯 所以我才有辦法四季都擦 對 因為很多乳霜夏天 駄目 駄目 所以大家注意呢 就是要先在手上 這樣子溫熱的 這樣子暈開的時候 沒錯 按壓,用按壓的方式在臉上 沒錯 既然都花了錢買這麼好的乳霜 就用最對的方式 讓它在你臉上展現最大的效 沒錯 這樣子的話你一定會愛上這關乳霜 買包當品 還是別買包包 就是我自己認為值得 等一下 你斷了我另一塊一條鞋 你在幹嘛 你這樣就不對了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你本人是不會買奢侈品的嗎 我幾乎不買 除非是要參加一些很重要的場合 我必須 不然的話 像是我在 初來當Youtuber的四年以前 我人生中幾乎沒有名牌 你看起來一臉就是很愛名牌臉 那是最近 我轉過了 你聽到我是怎樣 我轉過都是偏的嗎 我覺得既然辛苦的工作 就要靠想自己 不管自己你喜歡的形式 是花在保養上 或是包包上 或是吃東西上面 其實都是一樣的 偶爾就還是要給自己一點甜頭 沒錯 而且一定要 投資自己是最好現在的 沒錯 你的臉就是我一輩子的門面耶 好啦我會學習啦 你知道我們在開拍之前 還一直說我今天好看 一直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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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整個人這樣想啪 超亮這樣子 沒有因為台中的天氣 我不太習慣 不好意思我們台中就是委屈你了 我們真的今天非常感謝 Ivan來這裡 謝謝張老師 告訴我們這麼多很重要的資訊 這也是我很需要的 那老公你有聽到了嗎 老公 老公 對 所以這個錢呢花的都是值得 你的老婆的門面要顧 這樣子老婆心裡就會很好 你的婚姻就會幸福美滿 希望大家喜歡聽影片記得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拜拜 我覺得啊我覺得要有個幾件 真的可以上我正式舞台洋裝 穿得不上適切的話 還可以去說 那他這個皮會不會破掉 不行 因為我上次拿去洗澡 然後跟我說你這個我不敢幫得住 所以我直接沒辦法 幫你怎麼辦 我就盡量不要動他 哈哈哈哈